这起事件发生在台北市一所公立小学 传出有位老师被检举他感染艾滋 而且还传染给其他人 这起事件让教局相当的重视 现在除了要调查这封检举信的真实信之外 也将召集相关单位来开会 讨论怎么样来兼顾艾滋病患者的工作权 和隐私下处理类似的事件 而最新消息是这位老师他自己去做筛检了 台北市一所公立国小日前接获检举信 指该校有名男教师疑似是艾滋感染者 而且还将艾滋传染给他人 让校方相当重视 但由于这是北市教育局头一遭碰到这样的检举 因此将会同联合医院校长等相关单位协商 希望能建立一个处理模式 在不违法的情况下保障师生双方权益 我们法令上头包含医师 我今天怀疑一个病人他可能跟艾滋相关 我们都要征得他的同意才能做筛检 基本上老师在上课途中 他其实跟学生的互动里头 不会有传染艾滋的疑虑 法定的传染病 我们认为除了保护教师之外 更应该保护小学生的安全 你正如发现了 保护他的工作 可是会调离教育县程 从卫生行政上不得要求强制筛检 而且除非有刻意传染 才有5到12年徒刑 而且由于艾滋和教学无关 因此工作权应该要被保证 因此虽然站在家长立场 仍希望教育单位有所措施 但也必须顾及老师权益 加上目前北市这起检举是不具名 因此教育局也还在了解 是否有传染他人的真实性